不及尚 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走 我是孟奇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已经27天 快要一个月了 普丁没有什么具体的斩获 只好拿平民开刀 不断的轰炸住宅区 要逼乌克兰就范 不过乌克兰全国上下 意志都非常的坚强 绝不放弃 好 反倒是普丁 可能要小心自己的身边 危机四伏 因为有情报指出 俄罗斯有一群精英 正在密谋一个暗杀的计划 好 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火 也会让大家联想到台海的情势 最新联电荣誉董事长曹新成 他是喊出 保卫中华民国需要两国论 这样的说法引发热议 而如果两岸真的开战 国民党的副主席连胜文说 他想到爸妈年纪大了 要照顾他们 他们身体不好 所以他自己是不可能跟中共拼到底的 好 这番话让民进党的立委是狂酸说 根本没人指望你啊 没人指望过连家 好 这个部分我们稍后一起来讨论 好 我们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现场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席大家平安 好 再来欢迎到的是前民进党立法委员郑保卿 主席各位大家好 好 再来左手边欢迎到的是民进党新北新议员戴伟山 莫其好 大家午安 好 再来邀请到的是国民党高雄新议员黄绍婷 莫其好 大家好 好 最后欢迎到的是资深媒体人温生温大哥 主持人好 各位好 好 我们赶快先来看到的是俄罗斯发动的最新一波攻势 针对乌克兰的城市 马里乌波尔是每十分钟就轰炸一次 企图要来以战逼合 不过乌克兰坚定的回应绝对不投降 我们赶快一起来关心最新的情势 乌尔开打第四周 乌国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就要化为灰烬 马里乌波尔每十分钟就被炸一次 俄军还朝一所收留上百民众的艺术学校开轰 从空中俯瞰 整座城市几乎成废墟 俄军甚至对当局下达最后通牒 要马里乌波尔投降 不过遭乌国副总理拒绝 首都基辅的购物区 造俄军炮火击中 夜空中瞬间炸出 赤亮火光和迅状云 造成死伤 市长下令当地23号早上7点前 实施宵禁 另一头的西部大臣利维夫 空袭警报响不停 沃尔战事陷入胶着 美国总统拜登警告 俄国总统普丁正考虑使用生化武器 美方官员也直指俄国对平民大开杀戒 就是想要以战逼合 美方情报显示前线作战的俄军 基本上群龙无首 俄罗斯当地小报则一度引用 国防部数据报道 有9861名军人 在这次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中丧命 另外还有16153人受伤 不过这个报道随后就遭删除 小报发声明澄清 是遭骇客入侵 内容不实 俄方官员则从3月2号起 就没有再公布俄军死伤数字 当时他们声称只有498名军人阵亡 俄罗斯跟乌克兰开打到现在已经第四周27天 就快要一个月了 我们来看到现在平民的死伤 真的是越来越严重 首先我要先请教到的是尾山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这座城市 这个就是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 现在俄罗斯对这座城市 是每10分钟就轰炸一次 整座城市被炸到都快变成废墟了 而且其实还传出什么俄罗斯军队压人 直接送往俄罗斯等等的状况 那我们看到普丁甚至放话说 如果你们不投降 更惨烈的人道危机会发生 那美国官员是认为说 俄国现在持续拿平民来开刀 其实为的就是要以战逼合啊 现在除了在马里乌波尔之外 在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也已经要实施这个宵禁 从21号晚上要一直持续到23号的早晨 就是说民众在这35个小时当中呢 尽量不要在城市内自由的行动 要躲避到邻近的避难所 我想请教一下伟山哦 普丁现在军事设施上面 他没有什么具体的斩获 他只会拿小老百姓来开刀 其实普丁现在应该也是蛮紧张的啦 就是说他当初应该没有想象中 会受到乌克兰这么大的一个抵御 这么大的一个防御 通常现在的战争 因为大家很久没有战争 总是会觉得说明星应该会溃散 他应该很快可以占领 因为他当初的预期是三天内 就要攻下一座城 然后让他们可以进行投降或谈判 可是没有想到乌军这么奋勇的杀敌哦 那所以也让他们的战事 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 其实没有很具体的斩获 那连现在要进行谈判 可能都现在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进展 那所以普丁当然会很着急 因为你要想每一天的战事的这个军费 一天是两百亿元 就这么高的一个金额 其实对于他们的经济来说 也是非常大的负担 而且普丁自己也知道 俄罗斯国内的国民 其实也没有全数都赞成这一次的战争 我们看到很多就是俄国内的居民 其实他们也有站出来表达 他们是反战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他也不希望自己家乡的子弟兵上场就是受死等等 那所以我们会看到普丁当然很着急 他一定需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 他在军事上的斩获 他才有办法对国内的人交代说 为什么他要打这一战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压力当然是来自于 内部一定会有很多跟他不同派系的人 对于他现在这次出战 这种比较轻率的行为 可以可能感到不满 那所以不满的话 就有可能会造成普丁自己在内部的一些执政上的危机 那毕竟他已经执政这么久了 相信很多人也会想要推翻他 所以我们才有听到说 最近有些消息 说有些小道消息来源 就是说有人想要去暗杀普丁 希望可以把战事停止等等 这些都很有可能 那现在这一次乌军跟这个俄军的这个冲突 其实心里最害怕的不是只有普丁而已 其实中国也是一样 其实就我觉得习近平现在也在观察 未来有一天 他如果也发动这个武力的战争 如果也遭受到这么大的抵抗 那他会不会未来也有可能像普丁这样 有可能会残淡的下台 或有可能会遭受生命的危机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借境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乌军可以继续的抵御下去 那希望跟这个俄国之间可以不要有这种 太让人家觉得失望的这种停战等等的 或是这种妥协 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我们也会带来给更多的世界上这种很恶职的强权 会知道说其实他们想要攻占别人或去侵略别人 其实到最后会支持俄国其实是自己 是乌克兰到现在都是这样子奋勇来抗战的 尤其这边要先来请教一下明佑哥的事 我们看到虽然俄罗斯对于这些平民区 是不断的这样狂轰猛炸 可是乌克兰告诉他们 他们是绝对不投降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看到的这些所列出来的这六名将官 这都是在俄罗斯当中是非常高阶的将领 但是他们在这一次对乌克兰的行动当中 已经阵亡了或是直接被乌军给歼灭 好这个讯息传出来 我们看到这一位是前美国CIA中央情报局长 裴卓斯他的分析 他说这真的很不寻常 打仗到现在也才三四周而已 怎么会这些这六位 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的将领 怎么会三个星期之内就被歼灭 是不是俄罗斯的通联网路 已经被乌克兰军队破坏 安全通讯也坏了 所以资深将领走到哪 乌克兰才会马上就知道呢 我很喜欢温森大哥常在节目讲中国 他说他就是一只紫老虎 这是温森大哥常讲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 我觉得俄罗斯也是一只紫老虎 因为从他之前所有的武器设备 包括什么装弹的弹壳都可以做成那个战车的保护套 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很多没有发生战事的时候 我们认为他是军 这个世界第二强的军事强国 可是事实上未必然是这样 所以你看最近包括伟山讲的 他去把中国要求援冲想 历届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么大的一个军事强国 连他旁边的一个小国家乌克兰 都要打27天 大家可以知道 集权国家最会就是武装自己 那事实上的军事设备 真的有他想象中那么强吗 其实里面发生最多问题的就是贪污嘛 因为强权国家所有的军事系统 他把它做为非常重要一部分 所以里面的贪污腐败是相当严重的 不管你看过去现在的中国 或者是俄罗斯 里面一样有道理 我必须这样讲 过去我们听到黑海舰队的时候 大家都会刺你蛋啊 感觉就厉害 对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舰队 可是这个松西虽然不是俄罗斯的官方证实 可是是俄罗斯的士兵证实 一个小兵去证实黑海舰队的副司令 已经阵亡了 而且41军团连参谋长副司令也阵亡了 你看六个高阶降临 就这样子在这一次27天当中 就这样阵亡 大家不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 我们过去看俄罗斯 他们是拥有核子武器的大国 军事设备或者是战机量 都是在世界数一数二 怎么面对个27天的战役里面 六个精英就这样被阵亡掉 所以我才说俄罗斯其实是一个纸老虎 这样另外一件事情 我看共青团他们的报纸 网络报纸 他们也证实 俄罗斯已经有9861位的军人阵亡 有1.6万人受伤 那美国CIA说大概有7000人阵亡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俄罗斯也是在掩盖 所谓的阵亡人数 他们说大概几百人 你敢相信几百人 你只要去鸡头 军民打死的就只有几百人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俄罗斯的普丁 现在应该是疾风了 不然没有可能在前天放出一个消息 说他愿意跟哲伦司机坐下来 好好的对谈 这个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可能两三天 我可能要就可以把所谓的基辅拿下来 可是我打到现在27天 连基辅都还进不去 对没错 明明就在几十公里外 我进不去就是进不去 你看他现在转而打这个 马里乌波尔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要塞 有30万人口 在东南部的一个港口 那打这个要塞的时候 那里面有30万人 他现在把他打到断水断电 你看他只能去打港边的城市 他没办法进到内陆 对核心进不去 对 为什么会这样 表示他们 我们一般想象中 你的这个陆战能力会很强 事实上我看起来是瀑布啊 你看包括他们所有在军事上的政队 包括战车连的政队 各位真让我们很北一所思哦 我们认为一个军事强国 他的战车连政队 应该是排队形出来 然后各自散开来找掩蔽 不是他们就排一条线 然后再被无人机轰炸 那有人说这个无人机 是来自于美国的技术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这一次的战役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 当然他们非常的强硬 那俄罗斯让我们觉得说 他跟中国一样就是一只纸老虎 但是前几这两天发生一个新闻 他把矛头开始对向海外 他们退出了二战和平条约的谈判里面 现在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战胜国 跟日本的和平条约是不算数的 所以日本现在会开始有点反映出来 原因是在这里 我有可能会去打你日本 你日本给我乖一点 你不要替乌克兰讲话 他现在做的做法就是这样 因为你看俄罗斯的周边国家 他们很多土地还是相连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甚至有很多的日本 还留在俄罗斯的周边海域的岛屿上面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他把周边国家开始去矛头指向周边国家 表示什么 表示他们对这一场战役的不乐观 他如果是以这个真正的强求 我根本不甩理周边国家 我可以快速地拿下乌克兰 可是整场战役 这个俄罗斯话有一个叫乌拉 乌拉 就是说我要冲锋 可是看得出来是失败的 是失败的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我每次在我们节目讲 最重要一个观念 就是所有的战争里面 最重要的国防就是民心 最重要的国防就是民心 所以全民国防这个概念 我也要拜托大家 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 只要面对战事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种全民国防 武装分工的一个概念 这一个城市 这一个国家 我们才可以保守下来 就像我们在这一次看到 乌克兰同样的情形 所以普丁现在被传出什么下毒 什么挖哥德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他是这个心慌意乱的 那现在就是要找台阶 因为这两天确实有传出 泽伦斯基有可能搭议 这四项条件的某项条件 比如说退出北约 然后跟普丁来做对谈 他说如果美国再不介入 我必须这样讲 美国再不介入 有可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认为他要抓住 每一分可以停战的可能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认为双方如果有机会 坐下来谈 因为战争里面没有谁赢 受害的就是百姓 自私的永远是 发动战争的那一个领导者 刚才明佑哥分析 他觉得这几天战事看下来 觉得俄罗斯的军队 真的就像是纸老虎 都在干啥的啦 这个部分我要请教 保卿委员的看法 因为其实针对这个战争的报道 其实有非常多 其中有一条我所看到的是说 俄罗斯这拜好像派到 乌克兰的这个将领 也不过才二十几位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 只派出二十几位 就有六位高阶将领阵亡 被杀死的话 那这样子表示有三分之一的将领 将领是有点像指挥官的意味 如果这样都不见 那到底俄罗斯的军队 现在是出了什么样的大的问题 怎么会六位高阶将领 这么快短期之内就被杀死了 对我们讲说建委资助 我们从一历杀 就会看到整个苍穹 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现在面对很大的困难 所以为什么 俄罗斯可以宣称说 不投降更惨的人道危机会发生 这是犯了战争罪 怎么可以明的就要攻打平民 所以上帝要死亡 一定先让他疯狂 这已经疯狂了 你已经造成了全世界的谴责 你为什么俄罗斯 你可以敢做这么全世界 一致指责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乌克兰现在很清楚站在胜的这一面 为什么战争不是单一个面向 不是只有军事 它还有科技 它还有经济 还有很多的面向 包含了认知战 包含了资讯战等等 这些我们可以看到 全世界人不一定要派部队打战 为什么乌克兰通信不会被断掉 不是美国商人在支持吗 美国商人在支持 当然就是全世界看不起俄罗斯 就是说你怎么可以 这个毒物可以发动战争 然后用你的独裁专制 来对抗民主自由 所以这个都是违反 整个人类的发展史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俄罗斯今天会得到 全世界的认同 就是什么 他就讲得很清楚 我被炸了之后 你不帮我 以后就发生你的危机 为什么珍珠港事件发生 美国就跟日本打起战来 今天一样的道理 我在受害 我在为民主自由打战的时候 你不要来帮我 所以已经造成了全世界的共鸣 所以全世界都为你帮他 所以当然我们看到 他们的地理环境 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一些平原 台湾就是一个台湾海峡 那台湾当然在 全世界的地位也不一样 你看我们的惊叛也好 我们的这个飞弹的部署也好 我们各种人民的这个抵抗的能力 我相信都是可以向乌克兰来学习 换句话说 乌克兰他们这样啊 就是很清楚的 要民主自由对抗 专制独裁的政权 是我们看到 其实刚才讲到这个通讯的问题 像这一位前CIA的这个局长 裴卓斯他也点出了问题 他说现在俄罗斯的军队 他们彼此的通讯 根本不通啦 最后呢居然还有人哦 这个困窘到跑去偷乌克兰平民的手机来使用 那你当然用人家的通讯系统 当然呢被找到之后就是被歼灭嘛 好这次我们看到现在乌俄战争的最新情势 那当然刚才大家有提到 现在很多的消息指出哦 俄罗斯政商界的精英 正在密谋一场要杀掉普丁的计划 甚至连总统接班人也处好啊哦 好现在乌俄的状况 接下来会怎么演变 还有拜登这个礼拜就要飞往中国 就要飞往欧洲去了 到底会不会前进乌克兰的基辅呢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讨论